各位觀眾你們好 我是廖東慶 北美政治評論家 今天我要談的是 李總統時代是不是已經來臨了 現在我們距離台灣的2012年 總統大選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 在泛蘭軍方面 當然馬英九他是唯一的候選人 除了前秀琳副總統之外 他已經在今年的3月22號 表示要退出民進黨的初選 我們覺得非常惋惜 另外只剩下蘇貞昌和蔡英文 當然在截止報名的時候 許迅良前主席也來湊熱鬧 這三個人已經先後表達 他們要參選明年的總統選舉的黨內初選 那我們來回顧在1999年的時候 陳水扁先生他在接受民進黨的徵召 代表民主進步黨 出馬進選公元2000年的總統選舉 在那時候我還記得 陳水扁為了要找副總統人選 搭檔人選多方的尋找 他還去找很多人 問這些人到底願不願意跟他搭檔 結果不是碰到軟釘子就是被他婉拒 一直到最後才找上呂秀年 他當時毫不猶豫 馬上就答應 而且他也願意擔任他的搭檔伙伴 因為我們也知道 在那時候沒有人看好阿扁 他會贏得2000年的總統選舉 當然最被看好的 更不是代表中國國民黨的連戰 而是從中國國民黨裡面 違紀參選的宋楚瑜 在民主自由國家之中 所謂的副總統 就是被位總統或嚴守 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台灣 這個都是一樣的 就不用懷疑的 譬如在1963年的時候 當時美國總統甘萊迪在德州被暗殺身亡 不到幾個小時 當時的副總統甘生 在飛機上正式宣誓就任 成為法定的美國總統 在1988年1月 蔣經國前總統因重病纏身過世 那時候的副總統李登輝 依據的憲法 繼任了總統這個職務 所謂的副總統 就是下一任總統選舉的唯一的候選人 我們再來回頭看看 以前總統甘萊先生 他在宣布不再參加連任總統選舉之後 就由當時的副總統連戰 代表自己的政黨 出馬參選總統選舉 我們再來看看美國 美國前總統雷根 他在坐滿兩任八年的總統之後 立即就有他的副總統老布希 代表共和黨參加總統選舉 民主黨的克林頓也是一樣 他也是坐滿兩任八年的總統之後 也是由他的副總統搭檔 高爾來代表民主黨來參加2000年的總統選舉 結果卻落選了 我們來看看前任美國副總統 錢林先生 他在2001年宣誓就任副總統職務的時候 就已經公開宣布說 他做完這兩任八年的副總統之後 他就不再代表共和黨出馬進行下任總統選舉 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先見表明 在別的同黨同志 另外才有人會跳出來說要選下一任的總統 不然的話 永遠會以在職的副總統為第一優先 也是唯一的總統候選人 我們來看看 當時在2007年的時候 當時的副總統李修蓮女士 還沒有表明或他宣布是否要參加還是不參加 下一次的台灣總統選舉之前 當時的另外三大天王 濟南紛紛的先表態 先跳出來講說 他們要參加2008年的總統選舉 這是一種非常極為不恰當的行為 不但不尊重女性 也很不尊重前副總統女士的政治權利 我們再回頭看看美國的政治倫理道德 這真的很容易讓蘇貞昌 謝長林還有游錫坤 這三個男人翰顏不穎 我們來想想看 那時候都已經2007年了 沒有想到在民進黨黨內 女性的地位還是這麼低下 而且還被人家瞧不起 如果在1999年 蘇貞昌和謝長林有眼見的話 他們應該在1999年的時候 應該答應成為 陳水扁先生的副總統人選 而不應該說拒絕阿扁的邀請 更不應該站在旁邊看 阿扁先生的四處請求 他來成為他的副總統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機 人如果錯過這個時機 就不會再來 我可以很肯定跟各位講 不管是謝長林還是蘇貞昌 他們兩個永遠不可能會成為總統 因為這個時機已經過去了 當時他們也沒有好好的把握 我們來看看馬英九 他畢業於哈佛學院 而且又是法學博士 英文能力很強 以上這些特點 就可以把蘇貞昌蔡英文和許迅良這三個人 完完全全的比下去 李秀蓮女士也是哈佛學院畢業的 英文能力不輸給馬英九 尤其是他的國際觀比馬英九強了太多太多了 我們來看看從公元2000年3月18號選舉成為定局之後 美國政府就一直在密切觀察當時的總統跟副總統 然後又在2008年陳總統連任成功之後 美國政府在進一步觀察分析 李副總統言行跟意見 如果依據美國那些政治倫理來看的話 美國政府是認為下一任的總統候選人 應該是李秀蓮副總統來擔任 而不是由別人 當然在2007年美國政府也是在觀察馬英九一言一行 當年的馬英九他十足的表現出 請共和親共的如山正面 無論是在說話或在言行方面 美國政府一直早就知道馬英九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枚棋子 美國政府心裡也明白 在台灣的2008年的總統選舉 將是一場中國人對著台灣人的選舉 尤其是對台灣未來的國家安全來說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當然他們一直認為說 也只有李副總統參加 代表台灣人民參加總統選舉 才能在2012年的3月總統選舉中得到勝利 而且美國政府對李副總統秀蓮女士是絕對的支持和肯定 在全球不乏有女人擔任總統或首相的 而且他們整體表現也不輸給男性總統或嚴守 我們來看看當時英國前首相 在1982年的時候 阿根廷突然出兵 佔領了英國海外屬地 福克蘭群島 阿根廷政務本身就很藐視英國首相四個女人 他們自己從頭到尾都認為 女人的名字就叫弱者 是完全完全全地吃進了英國 結果英國政務在沉默三天七十二小時之後 派出一支強大的特艦隊 由英國本土出發 阿根廷在海上含行了兩萬多海裏 而且他們決心要收復福克蘭群島 經過一場空中跟海上的征戰之後 阿根廷政府也在不久跟英國投降 從此以後不敢再男子福克蘭群島 也不敢再藐視女人 其實藐視女人的人 男人才是真正的弱者 前蘇蘭共產黨集團 也對英國首相柴希夫人 也非常痛恨的牙癢癢的 給她取個外號叫做鐵梁子 由你人來擔任總統或首相 會讓那些流氓國家無法裝模得到 她到底在想些什麼 以及她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李秀蓮副總統 在還沒有擔任公職之前 有一段很長時間待在紐約 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計劃而努力 做了不少次力不討好的事情 當然那時候 間接的也認識了美國國務議員和政府官員 和前美國白宮所需安心顧問 賴斯女士當然也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 那時候李前副總統賴斯女士的國際觀 不但遠遠的超過當時的三大天王 也把馬英九拋在更遠的地方 台灣的地理位置 尤其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想要成為一位未來的台灣總統 他一定要有豐富的國際外交常識和觀念 而且一定要堅持到底 不能有所改變或鬆懈 台灣建國是一條非要走下去的不歸路 不能停下來 更不能往回走 或者2300萬台灣人將會不得好死 在外要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近2000枚 地對地搗彈的恐嚇及威脅 在台灣國內還要面對國親兩黨的扯後退 抹黑還有暗酸 希望大家能冷靜思考一下 到底誰才有能力來真正對抗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國民黨 我們相信也只有呂秀蓮女士 才有人力來對付國共兩黨 雖然他選擇退出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但是日後美國政府將會再次重用呂秀蓮女士 這是因為美國從2000年到2011年 這11年中對呂秀蓮女士密切觀察分析 長達這麼久 更加確定呂秀蓮是唯一內外真正愛台灣的女政治家 我是廖宗慶 今天到此結束 謝謝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